3月8号,人民法院证券期货犯罪审判基地在大连中院揭牌成立。 这是目前东北唯一的证券期货犯罪审判基地。 基地将通过组建合议庭,建立常态化审判机制等方式, 积累可复制、可推广、可借鉴的证券期货犯罪审判经验, 助力大连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。 日前,我省启用新版二级建造师注册管理信息系统, 并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二级建造师电子证书。 自2022年6月1号起,原纸质注册证书作废, 二级建造师可登陆辽宁政务服务网下载电子证书。 近日,盘锦市举办春风行动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, 共有68家企业参与,提供就业岗位1350个, 涉及医药生物、石油化工、电子商务、 学校、食品、旅游等多个类别的工种, 多层次满足退役军人的就业需求。